你看還有人講 我看一個說 你們不是兩個人四年前吵架嗎 我請問你 你跟家人吵架夠沒有 我跟我老公 三年前咧 可不可以四個月前 四天前應該沒錯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我跟 你應該被笑死了 這種話 我跟你講 跟我吵最終應該是蔡正元為人 我現在跟他多好 哈哈哈哈 我們那時候被罵到國雄 但沒有 有時候就是一些意見不一樣而已 這個是在政黨裡面 就是就連一家人都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那些想要見縫插針的人 真的是免得 因為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什麼事情是大局 然後我覺得重點是 我覺得國民黨要建立一個是 讓有戰功的人 然後有往上的機會 這樣子的話會有越來越多 優秀的人才往國民黨裡面去留 但我覺得2022年最大的亮點 其實說真的就是 就是從林志堅的論文案開始翻轉的 然後所有的側翼網軍 他們對這件事情幾乎是毫無招架之力 所以如果不是說 宏偉姐你有去把這個事情點破 然後引起後面波瀾的話 我覺得2022年 我們大家不會選得這麼順 所以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可以往上進到立法院 擴大服務 我們當然是要全力支持啊 這樣我們大家才會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 我現在才要更努力 然後我要揭發更多的弊案 要打更多的議題 因為我知道 只要這樣子民眾都會支持我 然後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 然後國民黨是會願意給機會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對於這一次的補選 然後我說真的很興奮 然後覺得像吳怡農這種 就沒戰功沒措施的人 就是應該要下去 不應該是佔了立法院的名額 而是說要有戰力有戰功 真的有在監督政府的人 然後讓他能夠進到立法院裡面 監督我們的政府啊 是沒錯 我覺得看到好多留言 都是覺得很好 看到團結的國民黨 本來在講說這個側翼 什麼打過去在選戰裡面 尤其像顏寬恆那種 好可怕那種一顏堂 天天從早上罵到晚上還不夠 半夜還要重播那種 其實我想過去很多人 都被這樣的大型伺候過 可是我覺得也是讓大家 真的已經覺得厭板 今天其實本來找曉星來直播 想要多談談他打側翼 那個曉星打民進黨側翼 真的是一流的 不過因為很多人說 你少說點話吧 所以我想反正還是有機會好不好 再找曉星來一起聊 當然當然 好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笑得不好 ц... 現在呷 四邊 四邊 晃